那你要上网呢看我们的影片 我们只要有操作都会录下来 录完下来以后我们都会上传到YouTube 你要先上网 打开啊我们的网络以后 到网络里面啊点一下 到我们的网页搜寻网页点一下以后 打上我们的YouTube YOU 英文的哈 YOU 跑出来了哈 各位有没有看到YouTube在下面 把它点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了 YouTube 你把YouTube呢 把它点下去 好了 来各位请看哦 这个时候呢你要找我们的影片啊 你要在上面这个搜寻栏里面啊 打上这几个字 各位请看 群雅 空一个 装修文件班 这就是我们的通关密码 你要打这几个字才找得到我们的影片哈 所以呢不是水水便便便 所以呢 基本上 请你打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群雅空一个 装修文件班 这样就好 然后呢你就按一下 按一下后面的这一个放大钮 把它钓下去 好 那这时候各位就会看到有没有 我们交的影片通通通都在上面了 那你呢 看你要你要看的是哪一天 我们后面都压日期哈 像今天的我已经po上去 有没有 刚刚交的我们都已经放上去了哈 那比如说你回去要看今天所刚刚所讲的 你只要把它点一下 好 那他就开始呢 噢声音就有了 噢所以呢 我们啦 让各位了解一下 噢 有了 噢 以上啊就是如果你要回家复习的话 噢 那你啊可以这样做 噢 OK 好 那么我们把萤幕呢先交给各位 嘿 等一下呢 你自己有空啊 在这边啊 等一下你有空就可以先 啊等一下休息时间 你就可以上网 直接进去看看 噢 看看依照我的方法 你呢能不能找到这一影片 那你会找了 你回到家 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机 或者用你的电脑来找这些影片 噢 来做复习噢 OK 好 这样子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啊 好 那我们呢 再看下一题了哈 来 第七题 各位刚刚已经做过了 我们要做第八题了哈 来 请看 我们切换画面了哦 好 嗯 刚刚各位已经用了 我们教你的两种方法 把第一行跟第二行选起来 对不对 我们说要教各位第三种方法 对不对 来请注意看第三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很简单 就是请你把滑鼠放在第一行的左边 把滑鼠放在第一行的左边的外面 外面一点点就好 请问 有没有看到变白色箭头了 有 那就OK了 按住 不要放 往下拉 拉到几行 就选到几行 拉太多了 再拉回来就对了 了解了哈 拉到几行就选到几行 OK 手放开 同学这样是不是这两行就选到了 哦 这样也蛮快的哈 OK 反正三种方法 你总是要记得一种就对了哈 来 接下来我们去把它设成14级的大小 哎 已经14级了哈 然后呢 深蓝色 我们到旁边这个A的旁边点下去 深蓝色在这里 点一下 好 然后加红色底线哦同学 红色底线怎么做 你如果直接把这个U点一下 它的底线是什么色的 是跟哦 我们的文字一样的颜色 你呢 没关系 再进去一次 U的旁边的箭头掉了去 这一次啊 你就会看到底线色彩在这里了 有没有 停在这里 底线色彩 停在这边先不要动 旁边会跑颜色出来 你再顺着它移到旁边 移到下面 去把红色调一下 好了 完成动作 咱们来进去调一下 取消选取 这样我们啊 达到我们的目标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面 好 好 所以刚刚那个这个红色底线如果还不会做的 好 现在我先做给你看哦 等一下 请你把它做一下 好 请你把它做一下好 然后呢 那接下来往下看 第二行跟第四行 诶 同学 他是跳行的耶 跳的对不对 第二跟第四中间隔一个什么 第三耶 有没有看到 我没有要把第三选起来哦 我是要把第二跟第四这两行选起来就好了哦 第三我不要哦 那各位 那各位 这样子想到什么 对 很好 想到Ctrl鍵 为什么想到Ctrl鍵 因为Ctrl鍵可以帮助你跳选 跳着选 所以呢 请看 第一个 先去把第二行 滑鼠放在他的前面 这样子的隔壁 手放开了 同学 现在是第二行选到了 紧接着 再把Ctrl鍵按住 不要放 再去把第四行 滑鼠放在第四行的前面 当它变成箭头的时候 去把箭头点一下 OK 同学 二跟四都选到了 Ctrl就可以放开了 所以Ctrl很好用哈 Ctrl非常好用 那 交给各位 请你把它完成 资源王底在哪里 自己找一下 先找找看 灰灰的 给各位提示 灰灰的 真的找不到 好 没关系 等一下你看一下我怎么做 好